肖战是娱乐圈的流量密码,只要与肖战关联上,数据就会突飞猛进,例如,在王牌部队宣传期间,女主角钟楚希,毛玲玲与肖战互动,点赞数直接破几十万,与之前相比提升百分之好几百,不管怎么样凭借酷似肖战。 九月这位小网红变得小有名气,有的人说他很幸运,可以和肖战这种大帅哥撞脸,也有的人说,他频频拿肖战说是蹭热度,应该拿出自己的真本事,毕竟蹭热度只是一时,不可能保证一辈子,确实是这样,长得像肖战是一种走红洁净,现实情况是,肖战只有一个,在相也无法超越,做好自己最好,有自己的特色最好,或许九月意识到这一点, 随即变往演员道路上发展,开始拍摄小网剧赚热度,九月拍摄新版巴仙过海,角色状态被指模仿魏无限,九月拍摄的这部剧是巴仙过海,在里面担任男主角韩湘子,都说网红见光死,九月自然也不例外,在开机仪式上,脱离了精心调制的美颜滤镜,九月的状态不是很好,看着还像肖战,只不过是低配版本,与原来的高级版本差太多, 看来,九月为了与肖战酷似,花了不少的功夫,在角度和姿势上,好在凭借酷似肖战可以担任男主角,算是肖战给他的福利,拍戏的路透在网络上流传,原本饰演的只是韩湘子,结果又看到肖战的影子,看过巴仙过海的人都知道,韩湘子擅长的乐器是肖,九月在全市的时候必须有吹肖的戏份, 从路透看,九月还算专业,假母假式的吹着肖,可这个状态怎么这么眼熟,好像一个大热的角色,没错,这个角色是魏无限,又和肖战有关系,魏无限是吹着笛子的怡灵老祖,肖战演绎的精准到位,同样的演奏乐器,九月演绎的韩湘子感觉是在模仿魏无限,都是那种仙气飘飘的风格, 从颜值看,九月还无法超过肖战,假的就是假的,结尾,九月与肖战像是一种资本,但不是蹭热度的资本。